年龄的第一部电视剧,天盛长歌开播了,第一天只有0.5%的收视率并不理想,但是大家对这部剧的评价很高,服装不仅用心,演员演技抬色在线,主要是这些女配角的颜值也太高了吧。 梅婷演男主的母妃,出场是在男主的梦里,她回忆起当年和母亲的玩桌迷藏的片段,这里是充满了对孩子的慈爱的笑容,出场就叫人很惊艳,可是在剧照体验立明朗,却有着一股纤丝深沉的样子,梅婷在这剧里外相太美了,虽然是个配角,但是也让人对她的绅士很好奇,之后出场的虎可就更美了, 演的是一个大臣的夫人,和相公逛街,相公在碎碎面,她回头就是一顿对,是个十分破辣的角色,虎可在这剧的古装造型,必费服摇得要好多了。 这部剧集齐了好几个辣妈,大林子的妈妈邓莎也在里面客串,那女主救妇家的五姨娘,出场就是劝女主嫁给男主,打得一手好助攻,可她并非有一撮合的,大概也是想让处处顶撞,她的女主,快点离开她的视线吧。 女主救妇家的大夫人,就是之前甄嬛抓的静妃娘娘,这句服饰天堂妆,脱下青宫妆的静妃,同样是一副大气沉稳的样子,救妇家真是百花喜宝,连夜会邀请的一个意气如荫,都很温柔大方。 女主见到她第一面,她在和五姨娘争执,女主帮她出了气,还说要和她一结金兰,看来女主也是外貌协会的会员,这句女配角的颜值真的捏天了,只要是个入镜的女演员,都唱的歌有褐色,看多了其他剧里的整容脸,看这句的颜值也能熄熄眼睛,之后还会有杨云,王欧,玉明佳等女角色出场。 小八已经迫不及待要大薄眼福了,可对比这些角色,女主就显得逊色很多,妮妮前妻还是借人篱下个素衣淡妆的,显得十分寡淡无味,即使是柔光滤镜,也没办法拯救她,即使到了后期,妮妮的脸也没有太好看,古妆的发型暴露了自己脸部的缺点。 介于四方脸和鹅蛋脸之间,不够太符合大唐侍女的形象,而男主陈宽的表现也十分普通,眉毛太粗了,再配上本来就有点深邃的眼睛。 灯光在暗点估计,不知道眼睛到底在哪了,尽管男女主的颜值都被耽误了,但是这剧还是获得非常好的评价。 开玻璃之后评分就已经7.6了服饰,不仅,离仪动作细节都惊得起考究,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使用小收衣,这样的方法已经好几年不见了,因为现场队演员的台词功底要求很高,而且现场会有杂音。 可是这剧出力得很好,除了男女主台词较弱以外,那个配角都各有特色,可大家还是觉得剧情节奏太慢,目前播出还是前期。 如果后面剧情节奏加快,像狼牙榜那样收视率逆袭也是有可能的,可如果剧情太水,大概会变成九州海上沐浴记那样,收视率口败齐跳牙,接下来就拭目以待了。